相信众多人对郑州日产和东风日产品谋成 甚至这两个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还是很多车主的心头大爱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 是日产自动市诸事会社在中国的商务车生产基地 其中郑州日产的NASA帕拉丁汽车的销量颇为可观 接近在2003年北京国际车厂中就收到的传奇人物日产公司总裁 卡洛斯格恩的极力宣传 郑州日产的名字也因此被大众关注 东风日产创立于2013年6月9日 注册资本167亿元人民币 是迄今为止中国汽车行业合作规模最大 合作领域最广和产品最全的合资项目 相比较而看 同为日产的两个汽车公司的实力不相上下 但是据有关数据显示 2017年郑州日产的全年销量为64,160辆 比年初定下的11.25万辆销售也存在巨大差距 比起16年的销量也差了6000辆左右 而东风日产顺风顺水 稳重加快地发展着 销量也颇为可观 同为日产却形成鲜明的对比 郑州日产销量开始进入滑铁流的状态 探寻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去年年初 勾新部宣布暂停郑州日产申报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源 并且勒令整改 然是因为其涉嫌骗补 这消息的传出令众多车主对郑州日产有所失望 另外郑州日产的市场地位和市场转型也存在较大问题 作为企业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暂时的滑铁流不可怕 只要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和完备企业策略 助敌反弹也会成为可能